接下来请继续收看 创意理财尽在运通 爸爸 为什么到路口要停车 因为我们是知道 我懂了 对方是干道 不管执行或转弯都拥有优先通行权 没错 只要设有停让标志 标线或闪光红灯的就是知道 应让干道车先行 要是没有那些标志标线或者号制 那就进入路口时 少线车道让多线车道先行 车道数相同 转弯车让执行车先行 两边都执行 左方车让右方车就对了 知道让干道 安全最有道 哎呀 摆个烧 摆个棒 早饵又没闪开了 那是心中的好意 求你给保育 赞金换保育 我敢是那么爱钱 是吗 金专钱可以做公益 声明电动也更高兴 PM2.5这么多 要不跟保育 我就要先去担担 你也知道PM2.5 我声明的 什么我不知道 不是 拜拜 如果声明 就不用帮袍和赞金 还是没玩 太小献了 不但我算是太大了 所见得自信 自己能 storms 我们的지고圣者思维 现在8分之里 和赞金的东西 好 台湾人很环保吗 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吗 是不是一只鸽子背着高丽菜 那是环保标章 你看这边有说环保啊 你看全天然这样就好不是吗 有环保标章才是对健康好 对环境好 而且经过政府厌城通过的 最好还是上预设生活咨询网 台湾人 你们真的很在意环保耶 消灭灯格热 仔细清扫立即做 饮水积水盘 若有积水要倒干净 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 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纹 花瓶底部喷在底盘 要尝尝刷洗 避免温暖附着 不使用的水桶 记得倒置晾干净 别忘了食温鱼 也是消灭急绝的小帮手哦 防止灯格热 清干净 倒干净 刷干净 晾干净 大家一起来 我学习的快乐 在我做事情上面 我就更有深修感 每一个人都是一个 独特的农师 用自己的差异来 发挥做自己的处理 和三六年 所有的食物经验 记质训练 可以让你具有更大的优势 找读出自己道路的方向 记质驾驭 到朋友无限可理 选记质 好好读 有前途 收台风影响 各地天气不稳 提醒民众请勿 台风天就是要冲浪啊 台风天 还是待在家最好 好 我要出发了 台风天待在家 比较安全 台风天待在家才能美美的 有民众受困在团急的河水 台风天提早做好准备 安全在家最重要 台风天正在家最重要 全国同名大家午安 欢迎收看今天的盘中即时解盘节目 要答应我相为三十分钟的一个时间 看到今天台股往上跌高格局 不晓得如何布局第四季 业绩成长性 极有股的朋友 把每天一点钟一个即时解盘节目看完 对你每天的操作一定有正面的帮助 不好意思 今天刚好有点事情耽搁一下 所以迟到 那对行情的研判 亲爱的朋友 在昨天其实是一个蛮关键性的位置 为什么 整个台股的一个架构 昨天盘中跌了九十点 我说从高点下来 五天转折买点已经浮现了 昨天你跟我买股票的 你今天真的会享受到一个非常亮的一个成果 整个台股呢 从九三二七打下来一二三四五 五天叫转折嘛 昨天出现收脚子底的讯号 要不要跟我买股票 我相信我不是事后论述啊 在昨天盘中 一点钟的即时解盘节目 我已经告诉过你了 昨天不要乱砍股票 昨天有些股票浮现很好的买点 我买进了什么股票 你应该看得很清楚啊 今天有没有大涨 甚至亮灯涨停板 这是昨天布局的用心啊 所以行情的架构真的不会太难 第一次季的行情通常是每年度 最好赚的一个季度嘛 那指数 我说过啦 它要像这边一下子大跌 这样的几率不存在 因为台国的筹板面 还算稳健 那至于要大涨呢 目前台国的均量 就不到一千亿嘛 这已经变成常态量了啊 每天的一个资金量大概六七百亿嘛 那这六七百亿的资金 买什么股票 我们告诉你 强势性的极有股 那强势性的极有股 重点不在前面那三个字 强势性 而是在后面那三个字极有股 因为强势股每天都有啦 电脑爱案就有啊 但是如果强势性的个股 它没有基本面坐后盾 它不会走出大波段嘛 它也顶多是昙花一现啊 所以如果你每天只知道 哪些强势股去乱追 你一样没拆钢 因为昙花一现的一个结果 你每天就不停的换股 不停的追高杀低而已嘛 对你的操作 不会有任何加分的效果嘛 所以第一次纪的行情 我们布局的标的 当然是它的一个基本面要够强 股票才会走出像样的大涨空间出来嘛 那对于这档立志的一个操作 呃我们当时候在10月4号开始买 8月元收出来了嘛 新高 年车让你高达42% 9月元收有没有继续成长 这当然是肯定去 所以一档股票如果在基本面 一直往上成长 股价有回档 看到止跌讯号 你就要敢跟我做卡位的动作啦 那10月4号为什么要买立志 收链形态的突破 当天要进场 当天进场的位置 9点43分嘛 23.8以下买 这时间价位都给你对过了 当之后就在23.6 保证一定买得到嘛 所以你看到我买在23.6 当天 现买现功涨停 当天大概可以赚了4%到5%嘛 这我当天的动作啊 对 难道我要看到那档股票涨停满了 然后告诉你 这边画个捐捐买最低嘛 我说过 这件事我真的做不错 因为会员也在看我的节目 他也拿出手机的讯息 来跟我对此对价 所以我真的不能乱说 我就买在这个位置嘛 那我也跟你讲过啊 立志这是我们普通会员的一个个股嘛 普通会员的持股啊 所以谁说参加普通会员不会赚钱 对不对 我一样让会员照赚不悟 我们对会员的态度是一致的 是非常的一视同仁啊 也就是说 不管你今天参加我 普通会员 特别会员 尊重会员 都是一样的 我对待你们心里 没有任何差别目的 要让你赚到钱啊 那因为每个等级的会员 他们的资金规模不一样 布局的标的不一样啊 所以立志 当时候就买在23.6啊 买完 赚涨停 隔天继续涨 10月5号嘛 上中下期涨了8.4%嘛 当天15 10月5号创新高啊 看到上影线你会想卖 因为如果只有K线 这样的一个形态来表现啊 上影线啊 是卖股票的时机啊 但是做购买不太简单啦 不是只有看K线 就可以判出一档股票的涨跌嘛 你还要包含 他的量价筹码跟形态嘛 所以为什么 这次的技术班 要把整一个技术分析的领域 全部传授给你 K线战法 只是其中一项 你量价多空 技术指标 背离形态学 趋势研判 波浪理论 各浪毙八道法则 均线理论的运用 你都要面面俱到 你才不会故此思彼啊 现在朋友 这次的技术班 除了这些技术分析 你要懂之外 我要把个人的一个超凡心法 个人独门绝招传授给你啊 这才是美感 当头顾老师十年啊 总是要传授一些东西给你们嘛 因为我不可能 一直当头顾老师 一直当下去嘛 把我的看家本领 带在身上 对你未来操作 一定有正面的帮助 所以这次技术班 你最有收获的地方啊 因为这些看家本领 我电视上不会讲啊 我讲的其他本领就学去了啊 是不是这样讲 我们讲白就是这样啊 所以整个操作 例子 如果你看到上演戏 你会想卖啊 但我说看到 七年多张的成家 不用解码嘛 那其实量价多空的判斗 是技术分析的核心 它很重要 也很基本 其实我讲白了 讲破了 你来听技术班 你就知道量价多空 对一档股票的买卖点 其实很重要 你只要 这个任督二脉打通了 接下来 你的操作难度 真的会降低 那赚钱呢 就不难了啊 所以11月5号的例子 看到这样的一个 七年多张的新天量 不用解码 因为还会再涨嘛 所以强势 所以继续走高嘛 创新高之后回挡 缺口就要支撑嘛 所以要卖吗 11月11号 打下来 买还是卖 来到缺口止跌耶 最低24.5耶 这是买点还是卖点 我都告诉你止跌了 这当然是一个 再蹲的上车点嘛 很明白讲给你听啊 一档股票回档修正的时候 是其他分析师 不乐于去分析这种股票的时候嘛 大家都喜欢 一般把今天掌停板的股票拿出来来说嘛 这样跟刺拌嘛 是不是 掌停板股票 电脑爱恩多有啊 很多啊 但是重点 你有买吗 在它掌停板之前 你有卡位吗 是不是这样 说掌停板的大家都知道 都很厉害啊 如果说一支股票在下的时候呢 却不知道怎么分析嘛 所以11月11号的例子 打下来来到缺口止跌啊 既然止跌当然是买点啊 24块半 10月12号 上礼拜三去跟你分析 立志强势多方不变嘛 是不是还会再涨 讲完之后隔天礼拜是大涨啊 盘中涨了9%以上嘛 創新高啊 这样26% 上礼拜是 立志我卖 卖在27块半 同样你去对时对价 卖完之后它没有跌啊 尾盘是不是27.5 没有错吧 这礼拜是 看到立志創新高 所带给会员卖出的动作啊 卖 对我怎么进的 我怎么出的很清楚吧 对去跟我们的普通会员打听一下 我是不是这样带他们操作的啊 普通会员的人数最多啊 去问一下就知道了啦 所以整个例子 上礼拜是卖完之后 礼拜五打下来 对 开始修正嘛 开始回档 开始整理嘛 那昨天礼拜 它盘中是不是 又 因为大盘 跌了90点 它又下来了 那昨天 从高点下来 刚好三天 三天叫转折 我昨天的盘中 这一点钟的即时解盘节目 我相信我解读的够清楚啊 怎样够清楚 上礼拜四我在卖立志 那我知道很多的没有 可能你跟错老师去追立志啊 那接下来你会怎么走 蛤 一二三啊 昨天大盘盘中跌了90点嘛 你会想卖啊 但是如果你是跟我们的会员一样 上礼拜四立志有做调解的 昨天立志出现三天的指叠讯号 昨天大盘指数呢 出现五天的指叠买进讯号 立志可不可买 我盘中怎么跟你解读的 我说如果你真的上礼拜四 有去追那个立志的高点 昨天的立志你就不要随便卖了 因为立志今天会涨 这我昨天礼拜 对立志今天走势的看法 我说他今天会涨 如果你知道一档股票会涨 那昨天要买还是卖 昨天要买还是卖 整个立志啊 上礼拜四27.6我把档 三天就要转折 昨天台股五天也出现转折的买点 我现在同学们应该听得很清楚吧 昨天打下来啊 一二三四五 五天收缴止跌当然买股票啊 那昨天立志可不不买 知道他今天会涨 立志昨天12.33分 回档三天收缴止跌 25.8附近买回 这我昨天12.33分通知我们普通会员的动作 昨天12.33分立志股价25.7 你自己对时对价 25.8附近保证定成交 一定买得到 一定买得到 昨天运用的是台股盘中跌90点嘛 对 立志刚好洗了三天啊 要不要接回 现在有没有 你知道立志今天会涨 你要不要跟我接回 而且我们在上礼拜是高点27.6有卖嘛 高点有卖 9月份营收立志有没有继续创新高 成长29% 既然基本面依然成长股价回档出现转折 昨天的立志 回档三天收缴止跌 25.8附近买回 很清楚的讯息啊 昨天你没有跟我买 昨天你没有跟我买 你今天敢去追立志吗 今天立志股价一开盘就拉上去了 你今天怎么买我问你 今天一开盘就涨了8%左右了嘛 你今天怎么买 如果你们老师今天告诉你去追立志的 接下来又准备杀底了 我们那个操作是如何低进高出的 不一样的地方在一档股票 还没有工涨停板以前 我先带会员再度的卡位嘛 这清隆老师提供我们会员价值的一个所在啊 所以整个立志昨天是不是很重要 不管是昨天盘中1点钟的一个节目 还是盘后的节目 相信对于这档股票今天的一个走势 我解读的相当清楚啊 所以你要跟谁操作 我问你啊 这档股票上礼拜四27.6有卖嘛 这个卖点难道不够水准吗 卖完之后礼拜五就打下来了嘛 打下礼拜昨天大盘中是不是跌了90点 立志如果我告诉你今天会涨 你会杀低吗 还是跟我们一样站在买方做接回的动作 所以对立志的一个架构 昨天是一个关键性转折 我当然25.8低接啊 平盘以下接回啊 你敢不敢这样操作 我喜欢在一档股票回档的时候做卡位 我也喜欢在一档股票创新高的时候 做卖出的动作 立志上礼拜是高点我有没有卖 昨天低点我有没有接回 昨天立志高度会员25.8附近买回啊 收盘25.85啊 今天有没有涨 今天不仅涨啊 还工涨停锁住啊 这是我们昨天带领会员 买进了一档强势性的基础股 所以第十期的行情不会太难 你跟对人 相信庆祥老师给你一个利润 绝非同小可 希望你还要把握住 美人度最好赚一个基督 休闻一下再回到节目的现场 地震了 怎么办 一 爬上 二 掩护 三 稳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 请上台湾抗震网 巴菲特 巴菲特 任答投顾蔡老师 运用巴菲特价值型策略 精选持股稳健操作 是全市场最实在最诚信的分析师 信任蔡老师 是您赚钱的开端 出家端线名额 27810909 27810909 现在加入蔡老师行列 即可获得二十年操盘经验的 精心著作 价值型投资操盘心法 彩色精装版 简单易懂又实用 赏自己成为操牌手的领加力气 一出在手 受用无穷 非要不打入回专线 赢了27810909 27810909 巴菲特 巴菲特 任答投顾蔡老师 运用巴菲特价值型策略 精选持股稳健操作 是全市场最实在最诚信的分析师 信任蔡老师是您赚钱的开端 出家专线 名额27810909 27810909 平常工作时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所以休假时我喜欢拒绝一切吵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这片刻的领寂 Choose your online 额排气密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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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賣股票 尤其昨天盤中又跌了90點 那我們告訴你 昨天不要亂看股票 昨天是一個不錯的買進股票時機 大盤是如此的給你的策略 那股票呢 昨天立志 要不要買 昨天立志 禮拜一12.33分 回檔三天叫轉折 又出現收腳指跌訊號 那就要買了 25.8附近買回 12.33分 立志股價25.7 你自己對死對價 25.8保證定成交 平盤以下接回 昨天台股急殺 你不出手買股票 什麼時候買 知道立志今天會漲 昨天不買 什麼時候買 昨天沒有跟著買的 你今天是買不到的 你怎麼買 找完就拉上去啦 對 你一買就買在這邊啦 那如果差我們會很差到8% 是不是 所以整一個脈絡 我們對目前台股的一個架構 其實還蠻樂觀的 我知道均量不大 很多人興趣缺缺啊 沒量啊 沒量要做夠貼 我做給你看 就因為沒有量 資金才會集中化 集中在哪些個股身上 基本面要夠好 強勢性的基油股 重點在後面那三個字 基油股 它才會走得長長久久 這也是目前台股這個潛碟性市場 成家用不到1000億 它的一個資金流向嘛 你有辦法動足先機 我相信這個盤真的不難啊 真的不難啊 對不對 對 元泰昨天盤中亮燈啊 出現五萬多張的新天亮啊 我們從八月份佈局的元泰到昨天 哪一位會員 哪一位電視機觀眾 你沒有賺到錢 除非你每天都在笑來笑去 衝來衝去 還是最高差的 你如果沒辦法 八月份介紹到今天啦 元泰昨天亮燈嘛 五萬多張啊 新天亮當然還有高點啊 昨天我怎麼會賣 我不會賣啊 今天元泰有沒有高點 27.7 創新高啊 創新高之後今天有賣啊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們的 對一檔股票的行情的脈絡 其實抓那個未接 以及破斷式的操作 相當的一個精準跟犀利 所以如果你還有任何問題 需要幫忙的地方 真的不要客氣 跟我們聯絡上 如果你想要跟我們一起 迎接未來行情 你有意願參加金龍老師的技術班的 也歡迎你跟我們現場主席 聯繫跟洽談 因為我會把個人的超版新華 獨門絕招 在技術班完全的傳授給你 歡迎你的意願跟報名 明天見 好多風險 阿菲特 阿菲特 更大投顧蔡老師 運用巴菲特價值型策略 精選持股穩健操作 是全市場最實在 最誠信的分析師 信任蔡老師 是您賺錢的開端 出價專線贏了 27810909 27810909 阿菲特 現在加入蔡老師行列 即可會得二十年操盤經驗的 精心著作 價值型投資操盤新法 彩色金裝版 簡單易懂又實用 賞自己成為操盤手的 領家力氣 一出在手受用無窮 請可不打入匯專線 27810909 27810909 巴菲特 巴菲特 運打投顧蔡老師 運用巴菲特價值型策略 精選持股穩健